好 不过监察院调查报告 质疑前总统李登辉是日本人的私生子 整件事情引发了轩然大波 就连昨天李前总统也说 监察委员是有目的的 要大家赦免他们的罪 不过很多人看不下去了 包括了导演吴念珍 现在就在脸书上面公开点名 这些监察委员还有监察院长 说你们真的是一个一个 都像海滩上面的阳光 好 看起来应该是很光明面 有赞扬的意思 不过当然翻成了英文 就不是那么好听了 也让网友疯狂按赞 不过今天问到监察院长王建轩 他却不以为意 还直接说他也要跟记者致敬 也把阳光送给记者们跟记者分享 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而且还提醒国人说 大家都有罪都需要被赦免 还包含了前总统李登辉 请揭幕 监察院长王建轩 及和所有监委为前院长余佑任雕像 进行揭幕仪式 但调查前总统李登辉 使日本人的私生子闹得沸沸扬扬 李登辉前一天回应 希望上帝赦免他们的罪 但王建轩笑了笑再回杠 我想我们全体国民啊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需要赦免 包括李前总统在内 监察院这出戏 导演吴念珍看不下去 在联署上向所有监察委员和院长致敬 说在这样的年代 你们真的一个一个都像海滩上的阳光 San of Beach 听起来没什么问题 旋机就在翻成英文 谐音明包暗扁 骂人不带脏字 两万名网友马上按赞 三千多人疯狂转贴 监察院状况多 网友也接力哭手 把监察院招牌 移花接木成了打鸟院 王建轩开心比OK 监察院正式不办一份身家调查 再次引爆争议 下令新闻黄宝彤 黄世廷 台北报道